被誉为志愿者奥斯卡奖的费尔南多奖于日前举行了第六十届颁奖典礼 创立于1958年的费尔南多奖 今年首次设立了国际志愿者大奖 并颁发给来自中国深圳的企业奖 费尔南多奖由费尔南多基金会所颁发 该奖项是为了激励社区民众成为服务社会的长期志愿者 是全美国志愿服务的最高奖项之一 透过颁奖给曾帮助重建社区 促进不同族裔居民的友好合作 支持贫困家庭等长期服务于社区的知名志愿者 借以鼓励更多人投入社会服务行列 该奖项是在1958年 由一群关心圣费尔南多股发展和社区改善项目的企业家和社团领袖所发起的 透过社区不同组织 社团领袖推荐初选的候选人 继而由费尔南多基金会提名委员会复合 产生入围决选的五位候选人 之后再由该基金会全体会员投票 并在颁奖典礼中揭晓得奖人 每届费尔南多奖得奖人将可获得一尊 好像奥斯卡小惊人一般 有着缩小版费尔南多雕像的讲座和费尔南多奖徽章 2018年费尔南多奖得主为比尔埃伦 另外本届颁奖典礼在基金会国际总监Ling Su的倡议下 首次设立了国际志愿者大奖 并颁发给近年从中国到圣费尔南多股投资发展的深圳女企业家看宴 我非常荣幸今天能够拿到费尔南多国际大奖 至今它已经有60年的历史了 我作为第一个拿到这个奖项的华人 我希望能够通过我 让更多的华人知道了解慈善事业和志愿者事业 也希望更多的华人能够加入我们 来帮助更多有需要帮助的人 在此我感谢费尔南多慈善基金会对我的信任 也感谢我的提名人令 也感谢我的家人和朋友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 当晚长期关注社区发展的 美国商务部少数族裔经贸局南加分局 首席执行官Daniel Su也到场观礼 并向得奖者恭贺之意 凤凰卫视前立陶洛杉矶报导